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現在是2019年10月11日 下午大概兩點半 今早找了很多資料 有些要和大家討論 有些朋友也覺得 我應該討論這個話題 因為他們覺得 其實比較困擾的 就是昨天中大的 一位學生吳小姐 和段校長去 申訴某些情況 他們覺得 我可以和他們討論邏輯上的問題 我在這裡也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討論這個情況 首先 我先說了立場 我是一位普通的香港市民 去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 我是想給大家看看 什麼是是非真假 或者 盡量在一個邏輯 帶有邏輯的思考觀點的時候 去跟大家討論 究竟這件事 符不符合一些邏輯上的推斷 這件事我盡力想做到 首先我表示有些遺憾 這位吳小姐 就說了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真的話 我希望大家 留給法律上去判斷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如果真有其事的話 就去做 法官會懂得如何處理這件事 另外一方面的時候也都不好 因為我看到好像 有些資料顯示 其實這位吳小姐 是被人欲受的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些欺凌的事 他平時做些什麼 其實跟他那件事的是與非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應該比較和平理性去對待 每一個人的 如果大家是覺得 有些情況 講到他之前的私人情況 怎樣 我覺得其實這一樣 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去就事論事 去討論一下一件事 究竟是非對錯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遇到一些 非常不合邏輯的文宣 或者什麼 其實我都會覺得 非常之氣憤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今天我仍然是 秉持著一個態度 就是我盡量客觀 盡量地 以邏輯學 不可以說客觀 因為每個人都帶有主觀 去看看這件事是怎樣 好嗎 好了 我們去聽聽 吳小姐 在中大跟段校長說話的情況 好 我們來吧 在之前沒有曼城議員記者會的龍小姐 民間記者會的S商姐 亦都是927新屋嶺被捕人士 曼城議員記者會的龍小姐 民間記者會的S商姐 亦都是927新屋嶺被捕人士集會的S同學 我是8月31號當晚在太子站的嚴重傷者和被捕人士 我入過瑪嘉烈醫院葵涌警署和新屋嶺 如果我問完問題 我相信傳媒朋友 我都很肯求傳媒朋友可以切發我這一段出來 因為我以下下來會有新的去指證警方去性侵一些被捕人士的 好 這一段非常之重要 前面那一段沒問題的 他說有一些新的指證是警方去性侵一些被捕人士的 首先 香港法例裡面對性罪行其實有兩個不同的範疇 一個是威懾侵犯罪 即是非禮罪 另一項是強姦罪 這兩個罪行的判判刑其實都會有所不同的 亦都有嚴重性和非嚴重性的一個差別 當然強姦是比較嚴重的 這是法律的詞語來的 所以的時候 如果他說有新的證據的話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聽下去 看看吳小姐說他有沒有新的指證 好嗎 如果大家之後有問題都可以聯絡我 我Facebook 找回Sonyamnng 是大家的icon在下面 我在問教授的問題之前 我想就你早前的發言和學生被捕支援發表一些意見 教授你之前提及過會建立一些資料庫 還是紀錄庫之類 我覺得很冷血 因為我就這樣說一些 好 建立資料庫基本上不可以用冷血來批評 因為這是客觀做的事 冷血是有個情緒的 OK 這個形容詞好像不太合當 這裏 我不知道這些日子 你清不清楚這些日子發生過什麼事 612 721 811 831 101 101 這幾個月合了眼 其實所有人 我們大家都很痛心 我們都知道香港社會發生什麼事 是的 香港社會發生很多事 就是我們見到一班暴徒 放火燒搶香港 這一方面其實是一個事實 當然 在事後的過程 當然有一些暴徒 是被人拘捕的 被人拘捕了 那這些被拘捕的暴徒 其實他跟著發生什麼的情況 就是發覺原來他是某一些學校的學生 或者一些年輕人 就是不同界別的人士都有 那其中好像 就是暫時看起來 學生這邊其實是會真的比較多的 那 一件事是不真的事實來的 相信大家都看到的 那可能他會想說是警察濫捕 就是濫用暴力 那去搜捕一些學生 那大家知道的事情發生是怎樣就好 你們校方竟然說是會建立資料庫 竟然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記錄 那我都不再重提 我覺得教授 即我們這些被捕人士覺得教授 或者校方 大家都是關心一些死物 爆了塊玻璃 還是怎樣多過我們一些被捕人士 其實爆玻璃這件事 或者是死物 其實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相信段校長 其實都是非常關心學生的 他在這個時候 其實都是去譴責暴力 譴責暴力 如果你學生自己代入 即是譴責學生 其實大家自己想 任何的暴力都是不可以找他 那誰施行暴力 其實很清楚的 不論特首林鄭月娥提及的母親論 還是段校長 你說過所有中大學生都是你的兒女 雖然其實我很反對當權者 用家長式管治子女 但我想說你只是一 其實家長式管治子女 是不是事實呢 如果是家長式管治的時候 其實現在不會這樣中用 我覺得 會不會很嚴格呢 那我覺得 大家要想一想 理性地去分析 究竟現在 香港人 對這一班年輕人 或者學生 他們有什麼看法 或者做法 是不是專制高壓 控制子女是沒有意思 當權者根本沒有坐下 好好聽我們的意見 重點是要跟進 不是就這樣說一句 好多謝你的意見 但是我意見 照顧態度照舊 其實現在未到真正跟進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守著症 而大部分捉拿的人士 其實都已經是保釋出來的了 保釋出來 然後又再繼續做事 其實大家看 OK 大家繼續看 有一個理論 叫做以兒童為中心 大概就是顧及兒童的 興趣能力 需要日常經驗 這些原則去規劃課程 校長 你知不知道 你的子女 中大的被捕學生 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這一刻需要什麼 你知不知道 被捕那一刻 我們會被警方 收起電話 拭殺我們的電話 他會用粗言為語 罵我們 你知不知道 警方要我們去哪兒就去哪兒 入黑房就入黑房 脫衣就脫衣 好 這件事 你入到警察去接受機留的時候 基本上 警察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其實是非常之正常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 他要求你去做的 你現在是疑犯 你現在是疑犯 我懷疑你犯罪 所以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配合去做的 而警方到現在 據我所知 所接受到的投訴 其實是相當之少的 好像只有兩三宗 你這樣的說法 其實我會覺得是合理 但是你裡面加了很多 情況 去引導大家相信你說的話 那些情況是不是屬實呢 那就真的要警方出來去說明一下 究竟你的拘捕程序是怎樣 我都盼望警方可以說一說 整個程序是怎樣的 中間其實會不會對一些被捕人士是不公平的呢 這方面要提一提 這件事其實早期已經有說過了 警方有交代過 其實新屋嶺那個不是事實來的 大家口同鼻爭 其實這件事沒有意思 不知道我們有人被速龍用棍打到這一刻都要覆診 好 這個發生一個時序的問題 你被拉進去 接著又說速龍被速龍打 其實速龍那時候去制止那些暴徒 接著去捉拿暴徒 那些暴徒反抗 他唯有用武力 施怨武力 這樣才去打傷你們 如果你們不反抗的話 你們就被人抓的話 其實不會出現這樣的事 又不會掙扎 這件事是合理的 這樣去說 那你說完你在新屋嶺 接著說速龍 這個犯了一個時序上的錯誤 所以的時候我就覺得 你對著一張紙來讀 吳小姐 你可不可以相對來說 比較邏輯地去說清楚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的呢 就不要一折一折 你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大風向的感覺 即是混淆了時庭 你不知道新屋嶺的首身室是全黑的 好 又來了 新屋嶺的首身室是全黑的 那為什麼有全黑 我不是很清楚 這方面都有警方解釋 講完新屋嶺 講警察 接著又講新屋嶺 這些說法不清晰 對著稿來讀 不知道不只我一個遭受警方性暴力 好 性暴力這件事其實是值得相確的 為什麼值得相確呢 其實香港有沒有所謂的性暴力罪呢 其實是沒有的 OK 那他沒有性暴力的罪行 那你怎樣對性暴力一個定義呢 什麼叫性暴力呢 可以參考一下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 加在某人身上的任何有傷害性 或者不願意的性行為 包括虐待性接觸 被迫參與性行為 未得到同意下企圖 或進行性行為 性騷擾 語言暴力 涉及性意味的威脅 暴露 不想的觸磨 以及亂論 OK 這些在聯合國的定義是這樣 香港是沒有性暴力的 但是說到暴力這件事 由性侵轉移到性暴力 這個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 就是定義上的問題 你就好像轉移 偷換了一個概念下去 這個是一個問題 其他被捕人士 其他被捕人士 是曾經遭受不止一名警員 不分性別 性侵及虐待 由性侵及虐待 他虐待 你有沒有什麼證據 有沒有即時驗傷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警方有對你虐待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驗傷 當一刻 之前和之後 你捉了進去 你對我做過什麼 有什麼虐待 你可以告訴你 暴力就是暴力 如果你說性侵就是性侵 性暴力也是不同的概念 你可不可以清楚些說明 究竟是性侵 還是性暴力 不要轉移焦點 知不知道我們被人打的時候 港鐵職員看著我們都視而不見 又說回之前 被人打的時候 港鐵職員視而不見 那港鐵職員在哪個位置 他所謂做什麼 他是否要阻礙警方去執法 他是否視而不見 他可以做些什麼 正如有些人說 消防員 其實在幾件事件裏面 他們都袖手旁觀 也有位消防員 透過一些渠道 發表了他自己的感想 其實消防員是不想這樣做的 他解釋得非常之清楚的 那位消防員 就說他怕車子被人偷了 打爛了 因為每一輛消防車 其實都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這一方面 我是覺得解釋得非常之合理 當警察執法的時候 其實其他的香港市民 是站在一邊的 如果你再去做的時候 其實警方可能 懷疑你想搶犯 或者想對警方的暴力行動 對大家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這件事 其實是否想借一些理由 再去對港鐵 去進行某一些行為呢 如果是的話 你想想你這樣說 對不對 就是大家要想清楚 整個的情況 整個的物落 你知不知道我們在拘留過程當中 是肉除心板上任人如玉 這句說得太嚴重了 不是肉除心板上任人如玉 而是你在那裡 你要遵守警方的規定 要去進行警方要做的事 你不可以反抗的 譬如 大家知道 如果有些人去監獄裡面 坐牢的時候 需要被人檢查你的隱藏部位 以確定 你有沒有帶一些違禁品 進去那個監獄裡面 這件事是要遵守指示的 遵守指示 遵守指示 不叫做肉除心板上任人如玉 你可以有情緒 但是你去說的話 你要合理 大家可能不明白 為何我要生回四字棋出來 原因在我的山上寫了出來 我生長在一個家暴的家庭 我沒有家人 我只有一個家 就是香港裡面的中大 我欣賞中大 因為這裡的環境 這裡的人民精神 同時在社會運動發揮一定的力量 我希望這個家可以給到關懷 我們這批被捕人士 可以真真切切地去擔心 顧慮我們的安全 當我們被人打 被人侵受性暴力的時候 你第一個是可以關心我們先 而不是譴責我們爆了一塊玻璃 這段文字 這段說法其實很有問題 我相當地同情 吳小姐從世在家一部的環境之下 去成長 她覺得自己是沒有家 這件事我是很同情她 因為每一個家 其實應該對小朋友 有來說都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我也很欣賞她對中大 當是她家裡的一個家 一個家 一個真正的家庭 但是的時候 她說要顧及學生的安全 其實我相信每一間學校 都會跟學生說 不要去示威 不要去暴動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如果你自己想去衝擊 或者是去進行一些暴動的行為 那校方的勸諭其實已經非常之清楚了 她出於這個立場都是想保護大家 保護學生 不要受到任何的傷害 至於後面那一句說 段校長是關心塊玻璃的 關心塊玻璃 即是爆了玻璃 這件事好像跟新屋嶺那段時間 其實距離得都相當之遠 那為什麼要把兩件事拉在一起呢 兩件事之間是沒有因果關係的 你這樣說的時候 是不是想製造一個道德的高地 說校長其實不關心學生 只是關心玻璃呢 你製造這個黑板的形象 其實目的是想怎樣呢 明天就是星期六星期日 港鐵又剛剛好 將所有的港鐵站都已經維修得都七七八八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那是不是又再來多一次呢 就是在這一段的言辭裏面 其實是透露著令到我感覺到非常深寒的猜測 那我們繼續聽下去 看看他講些什麼 好嗎 校長嚴格來說 以阿樂你不是一條問題 而是一個請求 校長我理解 你要顧及學校不同的parties的意見再取平衡 校長我願意鼓起勇氣脫下這個口罩 請問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鼓起勇氣 和學生同行 譴責警方對被捕人士 包括中大的學生私捕 好 好 有沒有證據是很重要的 我期望是可以聽到一些新的指證 警方是什麼 到這裡為止 整段片是完全沒有說到這件事 可不可以請吳小姐 請吳小姐 再出來 你有什麼指證 警方是有對一些性侵被捕人士 是有性侵被捕人士 如果是有的話 說出來 但是整段文字他講完 那就沒有 沒有提到這件事 有什麼證據 沒有證據 那你在這裡講什麼 整段的講詞 是不是在帶風向 作為一個大學生 邏輯概念 我覺得相當之重要 因為這個是判斷是非 和你分辨是非的能力 如果你可以很冷靜地 這樣舉出有什麼事 你可以說到 那是最好的 那或者 除非 這一篇的講詞 不是你自己寫的 是別人幫你寫的 那你照讀的 那完全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你叫警方 你叫段校長 站在學生那一邊 一起譴責警方的暴力 其實在警方的眼中 他不會因為你是學生 而多打兩棍 或者是不會因為你是學生 所以手下留情 因為那時候 大家都不是 展示學生證出來 告訴警方 我是學生 其實這樣也沒有用的 你只不過是 整班蒙著臉 拿著武器衝擊 聚集在前方 即是警察落單 你會打的人 因為事例已經證明了 那你們想 段校長說什麼呢 他的答法 我覺得都可以更加好些 那這裡不評論段校長怎麼說 那因為 在後面的那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很多媒體對他的報道 都忧失公運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所以我暫時說到這裡 還有很多話題會說 那我就將會在今晚 那我將會在今晚 再訂一條片出來 那也都答應了一位 網友 要將昨天錄的那個 那段片 那個顏先生的那段片 就用普通話去錄出來 那 今天要做 所以都幾忙 我又要開始上課了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 聊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 拜拜